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调查过程中 连美国也不会帮忙了 毕竟这趟浑水太深 美国也只好弃居宝帅了 内塔尼亚湖在对外军事上极其强硬 不仅在对叙利亚疯狂打击 而且也对伊朗的据点进行狂轰烂炸 更是将原本巴以冲突 推向一个不可逆转的地步 造成大逼民众死亡 种种举动之下 也难怪以色列民众愿生再到 毕竟这样四处为敌 安全感大大下降 而近期 联合国对保护巴勒斯坦平民安全决 一草案进行了表决 以120票赞成票压倒性通过 从中可见联合国的高度重视 决议要求以色列担当起保护平民的责任 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